大家好,我是艾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2.6最泛用光追排行 软梅状5排第5 第一泛用性直接拉满 2.70点免费0 3.0卡池新角色例会确定 六音复刻时间曝光 辛雄铁道2.6下半卡池的杀金 黄泉即将登场 同时2月7日卡池的两位新武新角色星期日 旺龟人也会在后续的卡池和大家见面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2月7日及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2.7版本前瞻直播的消息了 2.7版本的前瞻直播 预计在11月22日晚上的8点左右开启 距离现在也就不到两星期的时间 当然了 大家期待的300兑换码也是少不了的 届时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领取 并且2.7上半卡池的开启 还会有千到十年的奖励 还是非常香的 而说起后续3.0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也是很多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 有关于3.0卡池新角色力会公布的时间 预计在11月19日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3.0卡池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也就是之前一直提到的宾至十大黑塔 雷基一城女阿格利亚这两位 不过距离3.0卡池新角色力会公布在即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波 到时候就知道会不会翻车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于2.7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 就目前网传消息的说法还是比较多的 就会总来看的话 2月7日卡池流营 波提欧 警员这三位角色复刻概率较大 若是多角色混池的话 希尔 银狼等角色也不是没有可能复刻 当然了 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具体还得以前瞻公布的内容为准 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更期待哪位角色的复刻呢 猩虫铁刀2.6下半卡池的杀金黄泉即将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截止到2.6版本罪 泛用的5把限定5星攻追 每一把都非常的好用 一起来看看吧 第五名 软煤专舞近中故我 首先要说的就是排名第五 泛用性超高的攻追近中故我 该武器作为软煤的专舞 除了角色资深强度极高外 武器也非常好用 目前适配的角色有 软煤铜协主含鸦艾斯达玉空 武器提供了伤害百分比加成 以及能量恢复的 非常好用第四名 焦丘专舞那无数个夏天 然后要说的就是排名第四的攻追 那无数个夏天了 该攻追是焦丘的专舞 也是目前版本大部分虚无角色 比较适配的武器 适配的角色分别有 焦丘黑天鹅桑柏桂奶粉整体的性价比较高 与这几位角色的契合度也比较不错 第三名 托帕专舞烦恼着幸福者 而说起排名第三的攻追 是托帕的专舞烦恼着 幸福之适配的角色分别有 托帕真理医生莫泽巡猎三月期 该攻追使装备者的暴击率 追加攻击暴击伤害 都可以带来不错的提升 除了给托帕使用外 其他角色也是可以吃到该加成泛用性极高 第二名 警员专舞扶晓之前 至于排名第二泛用性极高的 攻追是警员的专舞佛小之前 该攻追适配的角色分别有 警员翡翠银枝机子黑塔清雀 该武器提供了暴击伤害终结剂 伤害提高 追击攻击伤害提升很多致死角色 都是可以用的 即便现版本不玩警员 但是攻追依旧值得抽取 第一名 真理医生专舞纯粹思维的洗礼 最后要说的就是排名第一的攻追 纯粹思维的洗礼 该武器适配的角色分别有 真理医生非肖艳青熙来 是一把综合能力极强的攻追 高额的暴伤加成 以及终结剂伤害加成 和追击无视防御 该武器的提升还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还知道 哪些泛用性极高的限定攻追呢 请收看 每个人都在这一旅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Guitar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